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看到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平衡抗疫和平衡經濟 我覺得我們飲食界 其實所有商界 包括我的表列行業 甚至不是我的表列行業 我都希望他們理解政府的苦心 希望疏少少經濟的活動 亦都可以不要讓疫情去擴散 但現在問題始終有變數 風險也高了 香港的疫情 譬如你們當初業界都跟政府談 有沒有任何後備方案 假設疫情突然又再起了變化 或者嚴峻了的時候 疫苗氣泡是馬上停 還是有另外一些後備方案 沒有 還有我希望不好 我希望政府採取的態度 我亦都希望我們香港市民 亦都應該採取同一個態度 就是大家快點打針 大家做好自己的抗疫 出街打針好像我一樣 我已經第二針都超過整個月 但是我沒有停過戴口罩 我沒有想過我打了針 我做運動我仍然戴口罩 所以這個是大家如果不要把自己的防衛網 是降低 而一樣去打針 那我是希望政府這些措施不要再將了 而是站定定在那裡看清楚 疫情又受控一些的 市民打多些針的就繼續放寬 不要以前這樣收下放下 收下放下 經濟我們這樣不熬得太久 最慘不是那些老闆 不是那些中小微企的老闆 管理層員工 其實收入都是很大的打擊 但是這次有些人覺得 講到一個變種病毒 打疫苗那裡 其實那個保護性是會減弱 不是說它沒有保護力 它會減弱一些 譬如說業界和政府有沒有談過 如果這樣的情況之下 什麼情況之下 可能那個氣泡要停 有沒有一個熔斷機制 你自己有沒有談 沒有 現在我們業界真的 很多時候都不敢想太遠 就只是希望看看現在的生意 在政府現在這個規矩下 大家怎樣可以配合得到 怎樣遊說員工 你知道現在我們業界有兩大事干 一個就是那個空氣 那個換氣 那個一個小時要六轉 那些機器 和5月1號開始實行這個做法 當然都有寬難期 但是業界這件事又要去處理 然後當然放寬的時間 有些業界覺得有困難 它不做 有些業界覺得可以做 但是做的時間也都面對有困難 所以我早兩天都要做個Facebook Live 食環署的同事幾個都來 即直接現場我又有業界問 Facebook上面也都有人來問問題 我們都盡量去解答 讓他們了解可以怎樣去做 譬如業界 或者你自己有沒有心裏有一個熔斷機制 可能當局都會問你意見 如果看回現在最新的疫情發展 這個我都很難經常去看 通常我可以告訴你 通常政府做的 張遲的張 就永遠我都 整年幾 我都不是覺得 是應該張得這麼厲害的 遲我也都覺得它是遲得慢的 所以我這個一向都說 你一見到 即是開市了幾天 即是我自己都出去走過 即是其實很多食肆都寧願做回B女 即是寧願維持回四人一台 吃到即是十點就算了 因為他們覺得可能有個膠板動了在裏 其實有些人六個人就同一台動個膠板在裏 就已經做到生意了 但是有因幫到多少呢 有因有多少大家不知道 幾個月前 當我們的AB餐出爐 都一樣有傳媒問我多多少 其實我說兩個人做到六點 就現在做了兩成生意 兩個人做到十點就可以多兩成 四個人做到十點就有六成生意 我說不是賺錢 不過是生存到 所以我和政府講的時間 那個目標都是 當我們放寬的時間 一定要去想四個人去到十點 再之後再上的時間 去到十二點 當然生意又可以 尤其是母親節 這個週末其實都開始母親節了 是去年那個沒有的 因為剛剛爆發 通常因為我們經常都笑媽媽多 就是你有外母有媽媽 所以很多時候你的母親節 不是說只是做一餐 有時候做幾餐 這樣的情形之下 早一個禮拜已經是禮拜六日 你想想如果你的人七點來 十點你要不做 只能做四個人 你想想我有兩張桌子六個人 可以坐一家三口 即是三代十二人 又不同的想法 始終你看到不做的那些 不等於他不想做 他的員工還沒有打完診 有些是要排 有些是要等 也要看醫生子怎樣處理 所以我不知道有幾受歡迎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當然有些業界 我這幾天都收很多 電話 電話 是說怎麼做 怎麼死 我不用死 你就繼續做回 四個人十點鐘 但是你不要明白 不要忘記我還有一班表列 有五六個表列的 三個是我的業界 卡拉OK、酒吧和麻雀館 那這班人 起碼他可以開當做兩個 酒吧如果你說 我有二百客人做兩個人 還要兩邊打針 包括人客打針 有多少生意 這不是做懶的嗎 其實真的不會太多生意 可能有一成 可能有兩成 但是很多酒吧業都跟我說 他們都明白 那一小步不走 第二步 中步 怎麼走呢 第三步 大步 又再怎麼走呢 就是你一天 政府還是坐在那裡 看的時間 不去決定 一小步先走 我們走這個 那些人有多些打針 那這個大家就可以 看看生意有多少 那我又再看看和政府怎麼游說 當然越多人打針 這個就是政府越會放心 可以將這些經濟的放寬 但是譬如有些業界 可能就會覺得說 就是明白政府的想法 但是為什麼將所有的責任 又不是擺在餐飲業界身上呢 特別是 剛才你所說的幾類表列處所呢 他們會覺得 那政府你要弄針 是不是一定是 只有我們可以做到呢 其他做不到呢 你怎麼看這個說法呢 我覺得很不幸 就是我不希望那些業界 就是覺得政府 就是將重任放在我們的身上 但是我覺得我們有重任 因為我們是 一萬六千間堂食的店 二十幾萬圓谷 加上我們還有一萬幾間的麵包店 就是很多那些做外賣的 我有二萬九千間食肆 我們接觸真的在說幾百萬 人 就是一人 所以如果我們的員工 不做好保護我們自己 不做好保護大家的同事 因為通常我們的工作環境 是比較小一點 我們如果不做好保護自己 打疫苗去保護人客 那我覺得呢 如果我們經常叫政府去 只是給我們有一個平衡 做生意 而我們不去做防疫 我覺得這一個 我不覺得我們業界 應該要這樣做 所以我是呼籲業界 這個不是政府 擺了一塊大石頭給我們 去捧人打枕 其實我自己一早打了 我家裡我太太打了 連我們的外籍工都支持我們 所以這個我希望我的業界 就是配合和支持政府 不是 重任不是擺我們 我覺得盜住我們有責任 其實就算開不開給我們 我們都應該去勸我們的員工 我有業界 給錢 給假期 你去打 放一天假 你有頭暈生氣 不用醫生指令 你說就可以了 放多一天 放兩天 他給有因他們去打 好 暫時跟你談到這麼多 最後回來再說 歡迎回來 講清講楚 今集的嘉賓是飲食界 立法會議員張宇仁 他同時都是行會成員 張宇仁 我們上一次就說到 業界如何看整個疫苗氣泡 他們會說 其實我們不是只想做生意 不做防疫 有些人會這樣說 其實我們都做了很多防疫 最新有些業界形容比較辣的 可能在座位間裏面 食肆都要喚氣六次 我們都盡量做 是不是真的要去到 可能要跟員工磨擦 要叫他們去打針才行 是否別無他法 他們一定要做這個醜人 有些人會這樣覺得 你自己怎樣看 20萬個員工有多的員工 甚至我們有些是散工 我一定不會說 我們管理層老闆和員工 在這一方面我不會說 大家做得很順暢 否則你們都不會有這麼多的報道 我是明白的 但我始終覺得 起碼我們都有機會 業界應該欣賞政府 在周邊這麼多國家 還是向上升的疫情 而他們肯出來說 喂 你要做多些時間 可以幫到我做這些事情 那就開放給你了 最到最後我們的飲食業 如果你繼續選擇 做回四個人十點鐘 你是不需要叫員工去打針 檢測的檢測要做到七天一次 人客也只是做安心出行 也可以寫字 其實它的選擇在這裏 它不是說加了辣 只不過希望你做多些生意 它坐一半座位沒有改變 不過你可以坐到六個 在很多我們的食肆來說 六個和四個其實就是 已經不會增加了風險 但是起碼坐多兩個人 那當然如果那些員工打針 其實不是只是 因為可以開工做事 我經常都說 對它自己的保護 對它的同事的保護 家人的保護 和對人客的保護 其實來多一重 那為什麼不做呢 但是表列處所那些 真的不能選擇 就是酒吧那些 那些譬如現在來緊 他們真的試了 如果試到某一個位 都真的對那個生意的幫助 很有限 未必可能 好像剛才張議員你所說 可以再走多一步 再走多一兩步這樣的時候 就是什麼情況之下 可能就是要和大家坐下 再談一談 可以怎樣處理呢 這個必然是有困難 我的業界 包括我的酒吧業界 是明白 我是不停去努力 也都不停 將那道門 拱開少少爛 拱開少少爛 但是這個我們要看 當然我會明白 在幾個表列的處所裡面 我的卡拉OK 是會開心一點的 但是當然他們來說 有些小朋友來卡拉OK 沒有安心出行的 那他們又怎樣呢 這個也是他們的困難 所以每個行業有每個困難 當他們有困難的時候 我是有信心 他們因為有我是他們的代表 還有我和政府的部門 的工作關係是密切的 我是可以將他們的擔心 去和政府說 過往這年多來 我們不停有很多政策 都可以演變演變 就是希望做得到機防疫 也都是飲食界我們的員工 可以做得到的事 但是那些業界說 我現在真的肯走 過去那幾天 氣泡他們就見不到很大 但是就見到一套戲 有些人形容 就是說因為所有配套 他們就覺得比較慢 例如說 說那些 就是幫一些食客去檢查 一些針卡的用程式 又不夠全面 就是只是供應到一種系統 又供應不到第二種系統 等等那些情況 你自己怎麼看這些所謂的 凝固的情況 你可以說凝固 當然這件事都是 看得到 去做是最好的 但是有時候我們政府部門 決定政策 是這些人 而那個部門其實 你說那個應用程式 其實最早期的應用程式 很早就來了 不過有很多資料 他就放在那裡 包括你的身份證 你的名字 那倒轉 就是覺得政府覺得 我們沒有這樣的需要 也都不要被人說 好像我想拿完他的東西 最重要是你做一個顏色 簡單一點 這個人打了一針 這個人打了兩針 這個人兩針加14天 那些不同式 那就行了 那食肆就知道了 這個員工有沒有打針 人客有沒有打針 所以其實有時候 我是明白他們的細節上 那個微調其實為了 希望令到大家沒有這麼擔心 但是回到一會兒 你問我 我當然不想見政府 所有事情萬事俱備 再等多一個月 那我就說我去做了 還有現在他做這個程式 我不會覺得 因為現在暫時還沒做得完 只有一個Android 是解決不了我們現在的問題 他跟我說我們昨天 前天開這個Facebook 星期一他應該已經有 所以整個事件應該是可以解決 所以正如我說有時候 等得完 在業界來說我這個業界代表 是不是感覺得好些呢 所以始終我們都在這方面要做平衡 但有哪些 譬如你現在暫時收發的聲音 業界覺得需要微調 在那些執行細節上 例如他們特別好像都比較關注 那個或分區 因為那個彈性好像都很不夠 我是一早出來 我已經看到有這個問題 因為我有些食肆 大部分的食肆 其實你可以說茶餐廳好 甚至現在有很多的日式餐廳 它根本是卡位 和十張桌 怎麼分區呢 是不是 當政府想 可能他想我的大酒樓 一萬呎 一個禮堂放五十圍 一個禮堂放十十圍 我就分了 到時可以這個十十圍的 做這個C餐 五十十圍的做B餐 看我哪些東西多 我哪些東西走 政府都給我們走的 天天不同 貼出來那張圖 但要以日計 即是不可以即時轉 可以以日計 那你就即時去轉 但是你看看自己是怎樣 但是我就 其實一直跟政府說 尤其是那些小的食肆 你不要講區 講桌 其實我們食肆都習慣了 在桌上貼了一張東西 打靠差 就是叫你不要坐 其實在桌上可以貼一張 安心出行的東西 這張是安心出行桌 但為什麼政府不考慮呢 政府就經常想執法 我就說執法有什麼困難呢 你走進來我的食肆裡 看到我坐了六個人 你就來看看那六個哥哥姐姐 有沒有安心出行 沒有每個人派一張牛肉乾五千元成位 接著再跟老闆說 麻煩你找五萬元的數 是不是其實有什麼困難執法呢 跟你說看著那張圖 我畫了左邊四張桌 右邊六張桌 你覺得 其實不是我畫不畫 我在這張桌擺明 還有因為我坐六個人 我一坐六個人 還有我晚上11點來 或者我超越10點15分 我還坐到吃東西的 你沒有安心出行 你真的沒有做私餐 你那幫人沒有做 沒有安心出行進來 那你已經是要被罰的了 是不是 還有現在也有個程序出出來 就是我有些 就是同事覺得 我日頭分區而已 10點後我不用分區 我應該所有都做得了 安心出行是不是 那就是可以做得了六個人 做這個做到12點 如果我整個伙計打了 人下又安心出行 所以很多事情我們在微調 我是知道政府有它的困難 那我就經常在那裡 我們大家就是去做這件事 最後簡單問多一條 就是當初 譬如你和政府出來談完之後 曾經有講過 即是有些員工不適合打針 其實他只需要申報就可以的 但去到政府公佈了那個細節之後 就發現 怎麼都要有一個醫生證明 你覺得為什麼政府有這樣的考慮 是不是他不信得過業界 不信得過你 就是一定要有個醫生證明 還是這樣 其實多次一舉又多些爭執 醫生又覺得很頭痕 其實呢 就 我都很難告訴你 發生什麼事 當然我知道發生什麼事 因為我是行會成員 但是我是沒有可能講 行會的開會是大家講了什麼 只不過在這一方面 現在政府都是盡量去處理那個做法 當然我最早跟政府說都是 有多少醫生肯證明 你不要講員工你和我 因為健康的理由不能打針呢 有多少醫生肯做 還有你會不會 我其實很早都說 你講了Doremi Faso 血壓高不適宜打針 糖尿病不適宜打針 吃薄血藥不適宜打針 懷孕不適宜打針 你如果寫這幾樣東西出來呢 我們又明白 但是你又不可以寫 因為世衛沒有這個說法 所以現在去到一個地步 食環處有個針紙的表 叫大家填 希望大家給一些醫生去看這些東西 我們看看其實 去到尾有多少公立醫院的醫生 肯簽這張東西 私家醫生肯簽還是不肯簽 其實那張東西根據食環處昨天 前天跟我說 是比較都挺寬鬆的 覺得那些公立醫院的醫生 因為他跟醫生組織談過 他們是會簽可以去做的 即是有一張紙有指印 現在食環處做了一張紙 給我們的員工跟著來填 填完醫生就可以決定 填完簽完 他就代了自己的袋子 給老闆看看 看完老闆說可以了你開工 接著食環處來檢查 麻煩你把東西代了 好像身份證一樣 代了一個袋子 不用給老闆 你代了你就說是我有醫生子 但難不難去定斷的呢 你的所謂的項目是包括什麼呢 應該不難 我沒有看 我可以去看一下 但應該他是寫了出來 是讓員工可以去找醫生去簽這張紙 簽完就叫他真的不要遺失 麻煩你代了一個袋子 簡單什麼時候實施 這個是已經在做的 已經在做的 兩天前我們做Facebook的時間 那個表已經出來了 也跟大家解釋過 多謝你上來講聲講錯 下次再見 è